早晨,今天是12月4日星期三 早上隔夜,美國方面說 特朗普說,不急著在月中簽訂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甚至乎可以,最重要是跟美國有利 可以押後到大選之後都還可以 當然,我覺得美國其實不是不急 他們都希望,尤其是特朗普在任內 簽訂到這些協議 否則大選始終有變數 所以我認為憧憬可能是押後多少 人民幣隨之而下降 離岸價方面下回7.07的水平附近 憧憬減弱,恆生指數下回26,200的水平附近 這些位置一定要站到 如果今天失手的話 下方的支持可能要下回25,600的水平位置 變成現在的市況因為沒有短線的憧憬或刺激 可能會進一步會暖一點,甚至轉躍 投資者繼續保持審慎 那 好